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年1月1号军公教确定要加薪3% 包括了退社军公教也适用 很显然零归赖不随 但是呢 为什么零归赖不随呢 站得住脚吗 一年要筹措200亿元资金从哪里来 等一下管闭领会好好的帮我们算一算 当然他愿意扛下这个重责大任 各界的解读非常非常有趣 王启明等一下从各界解读当中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 当然现场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除了刚刚为您介绍 包括了三立气象专家吴德荣之外 还有潘大刚博士 包括了天气风险公司的总经理彭启明 除此之外 正是他来到我们现场 来 欢迎潘博士 小军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继续为您介绍 千雄三飞蛋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为什么特别邀请他 等一下细细听他来分析 他从赖清德昨天前往台电的一番话 他提到了他非常有感 他的专业领域带来哪些分析 等一下听听看张成怎么说 包括现场为您邀请到 这是政治评论家汪洁明 大家好 还有呢 民进党细立法委员管碧林 小军好 大家好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杨伟中 主持人 大家好 来 观众朋友来看最新 每一次台风来 对农民来讲看天吃饭 又惊又怕 来看最新画面 天空灰蒙蒙 云层压得很低 吴石港清晨时分 已经开始出现长浪 预防泰力台风来袭 国军弟兄一早也出动防台作业 拿铁铲铲铲分装 做成防台纱包 早上赶工制作2000个 准备提供给五节乡等低洼地区 民众取用 上次台风受创严重的养殖业者 也不敢大意 忙着拉线固定水车 以免台风来乱 池里的香鱼断了氧气供应 可被损失惨重 因为上次原本是从下面上来 那其实大家在准备的时候 可能觉得它可能是从花莲那边上过去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大家有点措手不挤这样子 镜头转到中台湾 收成新制纪理跟时间赛跑 因为是中秋旺季的高价水果 可不能冒险泡汤 前两天听说台风要来 已经提前抢收大部分堆满了仓库 已经整理装箱的 也得陆续上车 马上要运下山 以免台风来道路中断 熟的踩一踩 也是要跟它拼量 同样是中秋人气水果连雾 一公斤零售价就要七百到九百 辛苦一年才收季节才刚开始 农民也得一瓶抢收 不让台风坏事 虽然太力北偏中南部影响相对小 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好 虽然太力台风北移 但是这些农民还是急急忙忙去抢收 包括连雾 还有新世纪里 因为中秋节的高档水果 完全经不起一点一点的风险 因为上次的风灾 受创最严重就是宜兰的养殖业者 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去固定水车来防台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昨天晚上八点 在晚上新闻八点档 我还在播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官方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方向 他说这个红台增强又变胖 所以八点钟中央气象局说 它增强变胖 依目前移动的速度跟路径 最快明天凌晨了两点半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北部山区将有局部的豪大雨 不好意思 这中央气象局够的 我们继续来看 那在早上十一点钟的时候 中央气象局继续又告诉我们 太力台风往西北移 对台湾的影响程度降低 但是午后北台湾于是转强 所以朱立伦就认为说 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 新北的灾变中心的工作汇报里头呢 他们特别问到 最后台风最后的实际的路径里头 会跟预报差这么多呢 他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是朱立伦的质疑 朱立伦的质疑反映出很多人的质疑 可是呢 吴德荣 他在我们的每一次的播报的过程当中 都告诉大家 其实这台风 依他的判断实在是没问题的 应该是不用怕 即使带来的雨量也没要紧 即使在台湾附近 还有一个气压在行政 也没要紧 来听听看 吴德荣 他第一时间怎么样非常准确 当每日台都做出 非常夸张的报导的同时 预测的同时 为什么吴德荣 他可以独排众议呢 来听听看这个大现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立准气象老大谢天琪 那我们从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脑模拟呢 可以看出来这一个太立台风 未来的动向就是在东北部海面这里开始回转 另外一个日来性地气压在旅宋岛这里 慢慢的在未来两天左右 应该也会变成第19号台风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未来的动向 主要是向着海南岛越南这一带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警报发布的情形 那气象局现在是针对北部海面跟东部海面 发布了这个海上台风警报 请航行坐跃船只要严加的戒备 那这一个台风呢 未来会朝着这个台湾的东北部的海面呢 持续的接近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前世预测图 大约就是在明天的下午到后天清晨这段时间 他是离得最近 也就是说那一段时间的风跟雨会比较大一点 那由于他的只是在台湾的台湾的这个边缘 所以带来的风雨也不至于太大 大约是在北部的山区包括桃园新竹 他可能会达到好雨这种水准 那平地的雨就会比较小了 那但是呢 未来的趋势 他还是有可能更偏向这一个这个西 这个东边北边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演变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 这个程度呢 又会更为降低的 这是值得再继续观察 那以上是最新的 这个台风的状况 好 刚刚你所看到 这是吴德荣 他在昨天非常精准的看出这个台风 对台湾的冲击 其实不是那么大 这也是在美日台在共同很多专家预测时 只有他最为精准 我们稍后持续跟他进行联系 好 欢迎彭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彭老师我们想请教 这次太地台风短短三天当中 它的预测的误差多达有600公里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 其实它原来预期呢 是在恒春 甚至可能不登陆 然后一路的休 到最后是彭嘉宇以北 基本上呢 应该是钓鱼台以北 大概差了600多公里 三天差600多老实说 大概破了所有的气象模式 近几年来最差的记录 最近一次比较差的 在全世界的模式里面是 最近要去美国的尔玛飓风 已经登陆了 美国自己预测 三天大概误差475公里 这次呢 全世界的不约而同是600公里 真的很大 在这次台风里面 老实说 所有的气象单位都有致一同 都这样修啦 我们不能说去责怪说气象局 很像马里爆错 因为全世界的气象单位 都是这样爆的 是是 但是国内的确有引起一些争议 同样这种状况 就是它精准度似乎越来越差 越来越掌握 也发生在其他国家 你刚刚特别提到 这次佛罗里达州 因为百万人在大撤离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也造成 有一百亿十万户的停电 这个灾情是十分的惨重 难道在国际间 也有出现这种情形吗 也非常难掌握 包括这次尔玛这个飓风 对 其实在美国 他们就面临到一个 清洗美国本土的飓风 美国自己研发的气象模式 我们都知道气象的亡国 强国是美国 美国自己研发的模式 远远落后于欧洲预报 美国的模式 通常自己国家预报 自己一定是比较准的 结果没想到 欧洲爆的 爆美国的飓风 比美国自己的气象单位 爆的还要准 差三天内 大概差了三百公里 所以老实说 美国其实引发很多 你做不好 可是刚好又面临到川普 去砍他们的这个气象单位的预算 所以老实说 这个真的是很困窘的一件事情 不过以全世界来看的话 其实理论上 气象模式是越爆越好 越来 它的准确度是越来越好 但是也发现说 在某些状况下 就是爆不出来 就是说等于是在 某种天气状况 变化很大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 还是没有办法抓到 表示说这个 我们对于科学 虽然在进步了 但是某些极端事件 还是抓不到 还是抓不到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就是您特别提到爱马飓风 我们选择 比如说在10号凌晨 这一刻当中 所捕捉的画面 因为它登陆 一路北上横扫 大约这是有2000万人口的 佛州之后 佛州处在一个停水断电 包括水灾的危机 被飓风吹倒 这个大树 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 它又以这个西南方向的 一连串的小岛的受灾 最为严重 比如说四分之一的房屋全毁 另外六成以上遭到了破坏 那佛罗里达州的北部 有多个城市也遭受到 豪雨这种灾害 包括了杰克逊维尔 这个城市之内 从水中救出有300多人 路透社更是报道说 总共有580万户 就在台湾时间 在10号凌晨 580万户依然还在停电 那影响人口 有多达1200万人口 造成至少有43人死亡 它慢慢减弱为热带地气压之后 吹袭包括乔治亚州跟阿拉巴马州 所以天亮之后灾区的迫害状况 还继续浮现 在佛州的群岛满目疮痍 水电力跟排屋的系统瘫痪 食物还包括整个燃油的供应短缺 其实他们官员都警告 可能会爆发人道危机 所以海军也出动了 两艘两栖攻击舰 包括林肯号的航母 全面来投入救灾 我想请教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损失 在美国大概有多严重 川普所抱持的态度里头 从我们现在也看到 这个精准度同样也出现在台湾 我们的官方 包括政治人物 应该用什么面度 来面对这样的危机呢 第一个是 这个美国这次的损失 前面一个是在 叫哈维 侵袭德州 从墨西哥湾一直一路上来 这个差不多是三级飓风登陆 三级飓风呢 差不多是我们中台到强台的中间 然后一二级呢 差不多是中台 然后它还有五级 五级基本上 你看那个数字是很高的 但是美国的量法跟我们不一样 你要把它除以1.4 美国这一次有五级的飓风 它侵袭这个加勒比海 我们有帮 多米尼加海地的时候 是五级飓风 那个五级飓风呢 差不多相当于去年 侵袭台东的这个尼泊特 台东市几乎全毁嘛 几乎全毁嘛 17级飓 17级飓 侵袭市区 这一次来说的话 这个五级飓风 这个尼泊特 在侵袭加勒比海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次呢 其实在美国 它原来在纾困在佛罗里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会很严重 不过其实一开始 气象单位预测是美国的东岸 佛罗里达东岸 结果呢 三天后是在西岸登陆 所以老实说 这个也引发美国很大的争议 那美国佛罗里达呢 跟台湾 虽然是一个岛屿长长的 但是很不一样 我们有中央山脉 会阻挡 所以侵袭一边 比较平坦的 然后它其实 有台风的次数是比较少的 一年几年才那么一次 那我们是一年三四次 所以老实说 我们的经验比较好 我们防台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因为台风动不动就来 所以我们的防台经验 比他们丰富 你看这个建筑物或是排水 我觉得我们台湾 必须是赢美国 这方面赢美国的 但是他们有一些事情 是赢台湾的 就很像说他们遇到这个飓风 他们就消防队员出来讲说 你要赶快撤离 我可以帮你重建房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 重建你的人生 所以它要求你 全部撤离就撤离 撤离到这个救难 或是说整个就撤离弗瑞达州 可是我们台湾没地方躲 我们没办法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就是一个岛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特别要求说 如果风数很大的时候 你超过每秒20公尺 差不多倾度台风那样 暴风圈登陆 它消防队就不出去了 那谁来救援 就是因为消防队员 都有危险了 是 他救最重要的人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 我不会出去了 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好自己 你照到我疏难场所 你要听我的 所以这个老实说 跟台湾的国情真的不一样 是 那美国这次呢 这个哈维呢 他大概损失 前一个在德州 损失大概是900亿美金 900亿 那这次呢 应该会超过1000多亿 所以两个加起来 等于川普一上任 老天就交给川普一个礼物 就是大概2500亿美金的天然损资 那现在他们的国会刚通过 中印议院通过大概是79亿美金的纾困 救济天灾都不够 所以老实说 我觉得是应该是川普在过去上任 从他选举前说 反对气候变迁 然后最后老天送给他这个礼物 我觉得是反噬的压力很大 那另外一个呢 是美国呢 其实最近有很大的争议 第一个呢 是说 这到底不是气候变迁 是还是不是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 是气候变迁 地球暖化的影响 对 还是说是偶发的 偶发的 无可予测 是这样子吗 对 哈维 因为哈维是经过这个墨西哥湾 它的海水温度比以前 的确上升了一到两度 所以哈维很有可能说是暖化 所造成它强度加深 那至于说这个ERMA 它海水温度也上升了 可是以前也有五级 所以以前也有 没有全球暖化的时候 也有那么强的巨风侵袭过德州 加州 佛罗里达州 所以这个老实说 现在就两派 一派说 因为这个有破坏才有建设 这个是支持川普派的 有破坏 有灾害的就会建设 而且带动物价的 需求供应 有这样的说法 有 我觉得美国支持川普的 从经济的角度 一个一个飓风来 破坏之后 重建的双击就来了 带动内需市场 有这样的说法 有 那另外一派呢 是回到原来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 基本交易派 就是说觉得这个 就是全球暖化 要赶快回到这个中央 所以我觉得川普 现在其实我认为 他会修正 就我们原来预期 就是川普虽然 不反对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那个都是 中国的阴谋 然后他觉得 可能有点影响 但是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这次应该会给他教训 我觉得川普未来 在这个几个月 我只不过没想到 会在半年内就到了 已经半年内 他上任几个月之内 就面临到这么极端灾害 所以我认为他会加速他 稍微往中间修正 他不会走那么多极端 他会相信气候变迁 是 如果这样的一个国际趋势里 已经明显反映出来 就给国内的启示度是什么 国内的政治人物应该怎么看 因为事实上 我们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全台湾关心的 好像只有三个字 台风架 放跟不放 那赖清德院长 今天也前往这个基隆 这个地方也去视察 本来泰地台风第一时间说 登陆的地方是在哪里 这个 宜兰花莲 宜兰花莲 那我看到赖院长今天去 也特别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样的发展 您怎么看 给国内政治人物 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其实今天就一个 网路上很大的话题 就是说 这个今天台北市 放不了台风架 都是柯P市长吃素 他吃素一个月之后 台风都不来 为了世大运吃素 他吃到九月十五 就是柯P吃素 其实吃素如果有用的话 像我也是吃素的 所以那当然台风 是不是就不来 所以那个大家不要去传这些事情 就是说吃素跟台风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这个暖化可以减缓一点 是有用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觉得是从美国看台湾 其实美国他们救灾 由我们该学的 也有是我们台湾赢的地方 我们台湾赢到就是我们的民主 大家的意识很高 但是我们还缺少一点就是说 美国的官员 他在面对灾害的时候是很专业的 他不会 他的这个首长该放假 该停班 该撤离 说考量你 就是这样去做 不像台湾其实要撤离 恐怕反对声音还会用 或是说我在责难你说 我这边大晴天啊 你这样做让我害我浪费时间 你怎么给我放一个台风架呢 对对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争议 不妨以后台风架 因为现在赖神 各位知道赖神 他原来是首长 有决定权台风架 现在当了行政院长之后 赖清德院长是 没有办法决定台风架的 他行政院长是没办法决定台风架的 与否 他顶多就是盯紧气象局 报准一点 这个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说未来 我过去我观察赖清德院长 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我认为他是觉得 台风架这个方式不够好 有调整的空间 不与地方首长这么大的权限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是压力 但是他老实说 他面临到的 因为他也是根据他的 他很认真去观察这个东西 可是每个人都喜欢放假 那到底怎么放会比较好 或是浮于实情 所以这个就必须去调整 那他想要调整的 但是或许他过去这几次 调整的没有办法符合大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努力 做出一些改变的 那我也建议说 因为他现在没有在管这个事了 我也建议说 大家以后或许是给一些首长 一些空间 不要觉得我放 我没放他放我就很不平 给他们一点空间 没错 我觉得彭老师讲的非常好 因为如果说国内外现在都反映一个趋势里头 精准度越来越差 那预测比如说这次泰利台风 短短三天当中精准度都可以误差 有600公里的状况底下 那未来的地方首长承担的压力 其实更大了 如果按照美国这次尔玛的飓风 在佛罗里达州撤离的标准 刚刚彭老师特别提了 他相当于在台湾 就是台东的尼泊特台风 他最强的时候是尼泊特 最强的时候相当于 登陆的时候差不多跟这个泰利差不多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台东 依照他们标准 我们是要全部都要大撤离 对 可事实上我们没有这么做 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在防台在救灾方面 由我们的专业到位的地方 这是一个不容否认 只是不同的文化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带给台湾不同的思维 非常谢谢彭老师的同时 我们连线来看最新画面 台风泰利来袭行政院长赖清德 第一次坐证应变中心 我希望未来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候 请隆委会 不管是透过掌握产地的产量 通路的情况 来提供足够的供应量以外 避免忽高忽低 除了关心民生菜价 赖清德听简报 不时低头抄笔记 不过这到底在写什么 两排一共13个字字机飘逸 民众有看没有懂 赖清德的蝌蚪字真的把人烤倒了 笔记看性格没有绝对 不过赖清德记忆力过人 很少做笔记 接任格魁却不止一次被拍到琴做笔记 格魁重担也改变了他的习惯 我请教是潘博士 伊尼长袭这么有专业的领域 在这一块我们看到 它的预测似乎不管是国外跟国内 都有越来越难的趋势 那我们另外一个方向也要去问 到底地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灾害不断地扩大 受伤的人数 受准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无法挽回 无法避免的趋势吗 来 潘博士 我们看到全球现在在发生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是天气现象越来越极端 这个下雨也下得越来越大 然后小雨变少了 然后干旱变长了 然后热也变得严重了 我们拿今年来说好了 今年大概大家都在谈的 就是美国的一个哈维 一个飓风 另外一个就是爱马 这两个飓风 一个带来非常多的雨量 另外一个带来是非常强的风 一个风 爱马台风记录的这个风数 可以到达185mile per hour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将近快300公里每小时 那这个速度相当相当地快 但是它是极端吗 它其实对美国人来说 还算蛮极端的 不过你如果拉回去看 海燕台风 2013年 海燕台风登陆的时候 它的风数最大震风 190mile per hour 是比这个还要大的 OK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 海燕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登陆 7000人命 没有错 没有错 讲到这个下雨 当然飓风跟台风 是同样一个天气系统 我们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不过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今年的热浪 其实一波接一波 包含这个西欧 然后再包含这个地中海区 都出现了其实蛮长时间的热浪 今年的热浪 又比往年要更严重一些 然后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6月到9月这一段时间 南亚 南亚其实出现的这个下雨 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孟加拉 然后这个尼泊尔 这些地方出现的淹水的这个灾情 比往年更明显 而且更严重一些 这个很多的生命财产 都是泡在水里的 我们的确 我们的地球的这个天气现象 是比较极端的 但是极端是不是 或未来会是一个常态 我们其实并不能够说 将来就是这样 不过 看起来它是一个趋势 那会不会变常态 趋势跟常态 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 趋势要变成常态之前 它要慢慢形成常态 OK 我们光是拿过去的三年 看台湾午后的雷震雨好了 台湾午后雷震雨 你记不记得气象局 把它的降雨的标准也调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降雨标准 已经不足以来代表 现在我们下雨的形态了 所以说他把降雨的标准 也调了比较高 我们的所谓的豪雨 大豪雨 超大豪雨 也变得这个数字也比较高了 我们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说局部地区 一个午后雷震雨 有些地方就非常容易淹水 这个现象 似乎看起来 好像跟我们地球暖化 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地球暖化 只要温度升高一度 我们空气中间含水气量 就增加6% 这个含水气量增加6% 我这样子描述好了 台风是要靠水气的转换 由水蒸气变水气 产生了热能 然后转换成为动能 你看到台风能够旋转得很强 对吗 风速很大 它是透过水气的转换 然后得到的能量 那以这样来看的话 你大可以说 将来的台风 是不是就会比较剧烈 逻辑上听起来是对的 但是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说 以后都会这样 没有 不过我们真的要面对的一个 就是越来越极端的 一个天气现象 包含台湾地区是这样 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我想请教 现在太地的大转弯 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情形 对台湾来讲 是不是真的都不会影响 今天晚上过后 未来的三天 今天是拜三 拜死拜过跟拜烂 未来三天 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 会是什么呢 老师 好的 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 最新的状况 目前气象局所发布的警报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暴风圈 还是向着西北来走 所以它会通过 台湾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所以是目前海上警报的警戒范围 请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 因为终究它还是一个中度的台风 台湾陆地的天气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 就可以看到中心在这里 那整个环流主要的雨带 都还在台湾的外海 所以它是购不到台湾的 那台湾的雨是怎么产生的呢 主要就是外围的风 这个西北风 然后碰到台湾的地形 所以会在北部的山区 还有一直延伸到桃园 新竹这一带 是地形台生所造成的 这也是我们昨天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最大的雨会在这里 然后平地的雨 跟山区比较起来就小很多了 不过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一段时间 当这个台风在这里走的时候 相对距离最近是影响最大的时间 那明天下午过后 距离就越来越 就比较拉远了 这个风就变掉了 那整个台湾地区的天气 就不会再感受到有台风了 不过因为整个环境 还是有很多水汽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尤其像下午过后 像这种一点一点的 就是下午过后所产生的这种对流 这个在明天还是会发生的 那这个大概就是台风 在跟今天跟明天所带来的影响 那如果要讲三四天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个 整个前置预测图 因为其实台湾蛮幸运的 他这个在这边转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慢 假如说这个转弯的地方在台湾 那台湾就很惨了 刚好在这里 他在这边转的话 转了两三天才走到这里 到礼拜天才到日本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礼拜天要去日本的话 就要稍微注意 他对于这种航班的影响之类的 以上是目前最新的资料 好 前往日本要特别留意 我想请教 老师为什么这一次 除了您之外 美国 日本跟台湾 很多专家都失去准头 这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 我们稍后新台湾加油当中 要播放老师在昨天晚上 在这个时间非常精准的预测 很多人说 吴老师在说这个红台 好像没夭没劲都没劲 可是属性 真的没有关系 昨天问你说风这么大 雨这么大 你说没有关系 果然印证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一次 这么多国家的中央 气象局单位都失去准头 为什么呢 吴老师 其实这是解读资料的问题 事实上我使用的 还是气象局的资料 就是因为大家在解读资料的时候 只看那一条线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到上一张图 大家只看预测的那条线的话 就会发现它一直在变 就是从恒春 花莲 然后到宜兰 一直到北部海面 然后又觉得说 为什么改变这么大 这个一定是预报不准 事实上大家都忽略了 所有的预报单位都有外圈 它其实是很完整的告诉你说 我的预报不是那么准 并不是在这条线上 它有可能偏右 可能偏左 那你在解读的时候 就要注意它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在解读这个预报资料的时候 会很完整 它会怎么变 所以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我的解读是为什么变得那么厉害 我会把这个最可能的东西来告诉大家 但是基本上 我还是会照这一个官方的预报来讲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读的一个观念 那为什么说西北 我们在这一个太平洋地区 好像觉得误差比较大 在大西洋报得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因为我们在太平洋地区 就是缺乏这些观测资料 这些是像这个是西洋三道 这个是所谓全球鹰 这是无人飞机 这个是这个叫P3 是我们的反潜机 其实这两型的飞机我们都有 这个是弯流型的飞机 这个郭台铭有 其实这种飞机 我们台湾很多只少了这个飞机而已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种飞机来 来做这个观测 这个资料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要预报台风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资料 很正确的资料 给超级电脑来运算 他算出来的未来的这个状况才会准 那我们在太平洋地区 就有这个缺憾 你一开始给他的资料 就不是很正确 所以他算出来的 未来就会误差就大 所以我们这次就可以看到 各国的这一条路线 都是有致一同的错 就是因为大家拿到的资料是差不多的 所以可见科学的限制在那里 就是在这些 我们的观测资料不足所造成的 好 观众朋友晚安 除了连线给三立气象专家吴德荣之外 包括了气象博士潘大刚博士 也拨控来到我们现场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以及民进党籍立法院管碧林 还有呢 这是资深媒体人财经专家汪洁敏 也来到我们现场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杨伟中也带来他的分析 东北亚局势当中 这两天不管是王坤毅老师 或者是像是张成 其实大家带来的观点是 如果东北亚的局势 中国不配合制裁 北韩跟美国洞见关针 那么美方今天说 那么就制裁中国吧 这个情势未来怎么去演变 帮美国看门 南韩说想引进海上萨德 台湾的角色应该怎么看 包括了封锡里 稍后张成告诉我们 封锡里就是这一次 北韩事报的地点 据说当地的民众出现 非常诡异的病 这个病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 赖清德整个内阁团队 全面动起来吗 我们说这是不是 走动式的内阁 不管是说去台南 去中央去上京 还是说今天是去基隆 过去部会首长 这种旧官僚心态 是不是一一可以扫除 但是他的第一支箭 很显然让人有感拍板 明年度1月1号开始 军公交要加薪3% 工商界会加码跟进吗 林归赖不随的背后 我们看各方的反应 非常有玄机 来一一为你解析 首先也要告诉 官员朋友是 柯拼要讲话了 我们知道 士大运落幕之后 维安的问题还没有就责 他现在反过来 抢国安单位 一公我去上海论坛时 我的演讲稿 我的致辞内容 都传给国安单位了 结果已读不回 他哽咽了 他说让他一个人 孤军奋战 这样的论述 有道理吗 到底谁在扭曲事实 我们首先来看 这是在今天的 最新画面里头 赖清德他认为 治水还要结合 专业结合民意 为了因应太利台风 他今天在上任之后 第一个下乡 就是视察的行程 就是来到基隆 视察是大五轮溪 防汛整个状况 怎么治水的问题 他认为水利署等机关 一定要跟县市长合作 让专业跟民意充分结合 治水才会成功 对于宣传旅船 治水经费不足的问题 赖清德认为 治水工作非常繁杂 在经费背头之前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就是县市长本身 治水的决心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治水工作非常繁杂 在经费背头之前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就是一个县市长 本身治水的决心 像林又昌林市长 他不久前打电话给我 表面上虽然是恭喜的 可是我听到最后 好像他真正的目的 是希望行政院大力支持 这个基隆市的治水 那另外基层的里长 也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地方水怎么来 怎么去 淹水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我会要求 水利署相关的治水单位 那一定要跟县市长合作 同时也要听取 里长跟地方民众的意见 让专业跟民意结合在一起 那治水才会成功 那至于经费的问题 前瞻基础建设的 预算已经通过了 所以在预算上是没有问题 行政院会大力支持